这名男子真猖狂 居然在武林盟主的面前 说用十万两黄金买他人头 大家都以为他胡言乱语 然而一眨眼的公主 盟主就在房中被人砍去头颅 凶手竟然是盟主的二弟上官人 他为了享受荣华富贵 依然投靠了以读文明的唐文 看着父亲的尸体 赵无忌悲痛欲血 今天原本是他的大喜之日 不成想喜事变成了丧事 他发誓定要为父亲报仇血恨 次日赵无忌带着手下 便要去为父亲报仇 却被三叔拦了下来 原来花钱故兄的正是蜀中唐文 而唐文向来善用剧毒暗器 多年以来已成武林祸害 多亏武林之手的大封堂与之抗衡 如今大封堂堂主被杀 而身为少堂主的赵无忌 不能貌人去白白送死 但复仇不共戴天 赵无忌心意已学 看他执意要去 三叔特意告他两个秘密 说唐文有位大封堂的卧底 代号西施 同时上官任盗走的白玉老虎中 藏有一封赵无忌父亲的密信 三叔要他在报仇之前 务必将白玉老虎拿到手 随后便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在半路休息的时候 忽然一位瞎眼耿夫敲锣 他将双眼取出直接随手一扔 竟然是威力无比的炸弹 赵无忌眼就认出 这是唐文的霹雳弹 煞时又飞出几位手持铜我的耿夫 将赵无忌团团围住 幸亏赵无忌武艺高强 一根银枪武的密布透风 众人根本难以接近 随后转身一枪 便将瞎眼耿夫顶飞 然而耿夫趁他不备之际 直接丢出黑镖偷袭 正好被剧毒暗器 其也寒兴命中 赵无忌顿时头晕眼花 连忙飞身逃出崇美 然而对方紧追不舍 赵无忌只因毒性发作 已然无法占领 眼看就要命丧荒野 突然一位红衣小孩现身相救 还未等小孩出手 几人便早已溜走 此时赵无忌晕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在一处热闹的士气 一位身座马车的老头 声称此地为非人间无仇士气 并且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 赵无忌冷笑一声 以为这又是唐文的轨迹 随之就和一人打了起来 不料这里的都是世外高手 随便一人便能将他拿下 老头这才解释道 此地是各路英雄好汉 在厌倦江湖纷争后归隐的地方 赵无忌这才明白 原来老头是无仇宫的主人 马车一人 赵无忌赶忙跪地叩拜 不料老头早已看穿他的内心 断定赵无忌以后 必会再来此地找他 而赵无忌就哭笑一声 声称已中了七亿寒心 命不久已 恐怕是没机会再来了 只见老头一脸平静 随即换来了活死人 活死人在棺材里起身 稍一打量便心中有数 要赵无忌去烟破湖盘 找两个穿白衣服的人 赵无忌心也感到烟破湖 在表明来以后 不料白衣男子抬手就打 赵无忌否出鲜血 正要反击就被白衣女子拦下 他向赵无忌解释 原来哥哥出手是帮他将毒血逼出来 赵无忌看着手上的毒血 却突然脚下一滑 一手拍在了女子胸前 原来他是女扮男装 赵无忌连忙道歉 哥哥也很吃大度 看出赵无忌是无心之举 也并未斥责于他 反而拿出解药让赵无忌服下 赵无忌拱手相谢 盲问两位阴公大名 而两人却不愿过问江湖之事 只想寄行山水 吟风弄月 便谢绝了他的好意 赵无忌只好败别二人继续赶路 中途来到一间酒馆吃饭 不料桌子暗藏机关 煞尸间双手被锁 瞎眼庚夫再次敲锣儿了 眼看必死无疑 突然赵无忌连人带锁 被拉到了房顶之上 原来是好友独孤城前来相救 唐门手下纷纷被解决 而独孤城追击瞎眼庚夫时 却被暗器射中脑门 瞎眼庚夫起身便要逃跑 却被一位黄一少侠直接斩杀 独孤城临死前告诉赵无忌 正是黄一少侠通知他前来相救 少侠自称是独孤城的堂弟独孤红 其实是唐门的四公子唐玉 他这么做只为取得赵无忌的信任 好借机将大风堂的奸细一网打击 于是赵无忌和唐玉结伴而行 在一处客栈休息的时候 出于对唐玉的信任 赵无忌果然和他说出了一切 声称有位代号财神的人 会在明晚将一份卧底 唐门的名单送来 到了约定的时间 赵无忌去和财神会合 不料两人刚一见面 就被财神带来的人团团围住 此时唐玉也露出了真正面目 直接将名单抢到手中 然而赵无忌却丝毫不慌 反而让唐玉打开名单查看 唐玉看好大惊失色 接着四面八方涌出大批打手 原来赵无忌一开始 就失破了唐玉的身份 这一切只是将继救继的一场好戏 唐玉眼尖是已败露 就想翻墙而逃 赵无忌持枪将他追上 二人打斗术回合 赵无忌直接将唐玉的宝剑压在了树上 不料唐玉从剑身中 又抽出一把剑刃 直接将赵无忌的胳膊刺伤 不过要论手上攻击 唐玉还是差了一点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赵无忌的银枪也暗藏玄机 趁他不备 放出银枪中的尖刀 直接贯穿唐玉的腹部 而唐玉在临死之际 直接将剑中的火药砸向地面 瞬间爆炸响起 却被赵无忌轻松躲开 自己却化成了灰心 解决完唐玉以后 赵无忌决定假装成唐玉的朋友 将他的尸体抬棺送到唐玉 不料打开棺材以后 竟然冒出一个大活人 赵无忌一脸惊讶 于是男子自爆身份 我姓唐 叫唐圈 唐圈 是不是圈德的圈 哎不错 一点都不错 原来此人正是唐玉老大唐圈 虽说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 而他却是唐文中最厉害的高手 比起弟弟的惨死 他对赵无忌的身份更为感兴趣 出手便点了赵无忌的学道 随之盘问其身世来历 然而赵无忌早有准备 对答如流 唐圈随即命人去调查身份 话音刚落 叛徒上官任竟直走了进来 赵无忌紧张万分 生怕对方将自己扔出 幸好自己被点了学 上官任没有看到自己的正面 交谈几句便已离开 唐圈让赵无忌先在唐文住下 等调查结果出来再做定夺 到了夜晚 赵无忌准备休息之时 突然在腰带中看到一张纸条 原来是大风堂卧底稀释的密信 信中所说 三天就会查清他的身份 要他务必在三天之内尽快动手 赵无忌随即出门探查情报 可刚到后院 就被守卫发现了踪迹 突然一位黑衣人出现 将他带入密道成功逃走 等赵无忌走后 黑衣人摘下面罩 竟然是上官任 幸亏赵无忌回来的及时 唐圈很快带人找了过来 见赵无忌人在房中 便只好带人离去 三日之后 手下送来赵无忌的身份密信 唐圈看过以后 虽然证明了确有其人 却并未彻底打消疑虑 接着便质问赵无忌 既然是唐玉的朋友 为何自己从未见过他 忽然阎泊胡的白衣女子赶来 为赵无忌写了为 唐圈见几人相熟 便没有继续追究 原来白衣兄妹是唐们的老二和老四 幸亏燕泊胡的时候 赵无忌并未将名字告给他们 唐宇随后约见赵无忌 声称赵无忌并不是哥哥的朋友 可他并不关心这些 你来唐家宝 是不是为了报复仇 你的杀父仇人 是姓唐 唐宇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燕泊胡匆匆一面 唐宇早已对赵无忌心声爱慕 可赵无忌心中只有血海深仇 到了晚上 赵无忌潜入上官任的房间 未付报仇 可让赵无忌诧异的是 上官任没有杀他 并还声称已等候他多时 原来那晚救他的黑衣人 还有那份调查报告 都是他一人所为 见赵无忌还是不信 便将白玉老虎摔碎 让赵无忌拿出里面的密信查看 原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计划 父亲利用自己的死 让上官任混入唐门 接其好将唐门一举铲除 还要他务必保护 上官任的安全 此时赵无忌虽然一脸懵圈 但事实已然摆在眼前 他只能听从覆灭 看赵无忌一脸迷茫 上官任上前安慰 并提议他向唐宇提心 以此博得唐门的信任 则机在图灭之 没成想这个消息 被卧底传回家中 赵无忌的妻子小月 坐立不安 可他并不查清来龙去脉 就无脑般地以为丈夫变了心 执意不听众人的劝阻 就和赵无忌的妹妹赶往了唐门 待到赵无忌成婚之日 妻子和妹妹直接带人杀了进来 当众就要和赵无忌相认 可事已至此 岂能前功尽弃 赵无忌便假装不认识 还将妻子打翻在地 唐卷一心在起 便让赵无忌将妻子杀死 以证自己的清白 可妻子执意认定 他是攀龙富凤 已然忘记了血海深仇 竟直撞下了赵无忌的长剑 赵无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棘局 他内心痛苦不堪 当晚在河边祭奠妻子时 不料却被唐奥发现 他不愿插手江湖恩怨 可唐门毕竟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妹妹还喜欢赵无忌 便好言相劝 希望赵无忌早日离开唐门 说完便转身离去 可赶来的唐卷并不会手下留起 出手就是招招致命 赵无忌边打边退 没有兵器慎却被动 他刚从房中拿下兵器 却有暗气息来 竟然是唐宇出手 原来他也知道了 赵无忌的真实身份 持剑便攻了过来 赵无忌与他刚一交手 便觉得头晕目眩 原来他的兵器 早已被唐宇涂抹了毒药 此时唐卷也带人赶了过来 见赵无忌摇摇晃晃 没多久便倒地神亡 随即带人去杀上官任 唐宇则返回屋中 紧闭所有房门 在赵无忌口中未下解药 唐宇终究还是新人 只因他真心爱着赵无忌 可又不想家破人亡 便劝赵无忌赶紧离开 这时 上官任突然带兵闯入 直接将唐宇控制 原来西时提前得知了唐宇的计划 便将唐宇密领偷了出来 削给了上官任 要他们尽快毁了唐宇的制毒机关 于是上官任带着赵无忌来到密室 亮出令牌后 果然无人怀疑 当铁门打开以后 赵无忌带人杀了进来 随后上官任解除机关 众人爬行前进 成功杀进密室 将被关押的妹妹和众人救出 并将制毒机关和毒药全部削除 当众人赶到大厅时 正好碰到了杀来的唐宇 面对赵无忌和上官任的围攻 唐宇丝毫不慌 轻松一剑 便将上官任刺伤 赵无忌将唐宇的剑压在了柱子上 不料唐宇拔剑便躲了过去 上官任接着又打了起来 赵无忌立马提醒 提防 他还有一把剑 这才躲过了唐宇的剑中剑 随即赵无忌前来相助 长枪顺便双起棍 将长剑牢牢套住 直接将唐宇的剑扔入水中 瞬间水中爆炸响起 三人赤手空拳一阵对待 赵无忌和上官任勉强用力 这时一人持剑而来 就在唐宇得意之时 却被来人直接刺中要害 原来此人正是西施 唐宇在临死之际 一仗拍向西施门面 两人同时落水而亡 而此时的大风堂众人 找上唐宇就要杀死 却被赶来的赵无忌阻止 他不想伤害神爱他的女子 然而上官任却要他斩草除根 不料唐宇却一把夺过长剑 声称让赵无忌欠他一辈子 上官任带人去接引援兵 此时唐宇从屋顶飞升而来 看着地上惨死的妹妹 他已然后毁救过赵无忌 如今亲人尽数因他而死 两人必然要做个了断 二人随其开始了决战 原本两人无意不分上下 不料躲在门后的上官任 直接门后偷袭 常见直接刺穿唐宇的身体 唐宇忍着剧痛拥出锁链 和上官任同归于尽 赵无忌虽然统一了江湖 但却牺牲了所有至亲之人 看着满足的亡魂灵妹 他终于明白了马车一人的劝告 或许无仇是己 才是他最终的归宿